娱乐频道综合报导 27岁日本女子有希近日对床室感到烦恼 她喊男友在啪啪啪时 对方总是喜爱 以射精到脸上或嘴巴作为结尾 但她其实非常讨厌 今夜在口中的感觉 AV男优森林园人得知后 建议有希腰以牙还牙 一眼海眼 据日媒报导 AV男优森林园人表示 因学校性教育没教太深入 所以大多的人都是上网自学 或从A片当中学习各式做爱方法 但由于片中的剧情过于浮夸 才会衍生出五花八门的性癖 森林园人建议有希 若被男友射精在嘴里时 就让今夜残留在口中 再和对方坚吻 让另一半体会今夜在口中的感觉 或是以口报后要刷牙为借口 甚至当场吐出来 以极端方式抗议 随后解释 是今一生诊断 对今夜感到过敏 另外AV导演 秦木达泽指出 喜欢口报或颜色的男性 通常都有 觉得今夜相当肮脏 所以要喷在美丽的东西上的想法 他也举例 此举如同男生喜欢欺负自己喜欢的女生 AV男幽森林园人翻射自推特 AV女幽地亚 先前曾在片中 吞下假惊夜后 透出翻射自DMM